健康同学会 有的时候会产生尿失禁的问题 是 很困扰 有的时候我们经过老人家的身边 都闻到一股尿骚味 怎么会这样子呢 他自己本身也会觉得很不好意思 但是真的没办法 对 因为有漏尿的问题 但是没有关系 经由原医师的发明 他发明另一个东西 叫急尿器 急尿器 有这样最新的急尿器 急尿器究竟要怎么样使用呢 在什么场合使用呢 我们待会会来告诉大家 换句话说我们年轻可以用在哪里 过年高速公路塞车有没有 小朋友歪歪叫 没有办法上厕所 还有桌上游泳的时候 那个就 那个你可以起来 不要打再去上厕所 有时候在车上 你真的没有找不到厕所怎么办呢 大家都用那个宝特瓶 万一没有宝特瓶怎么办 真的人要很困难 所以用急尿器也是可以的 究竟急尿器怎么样的使用 方法用在哪里 等下来教大家 对 那我们先来讲讲这个不正常的排尿症状 究竟尿湿劲是怎么诞生的呢 来 潘老师来告诉我们 事实上呢 不止尿湿劲 一些不正常的排尿症状 都会造成这个我们的不方便感 对 比如说像平尿 正常来讲呢 我们大概是正常 如果是 当然跟喝水量很有关系啦 但是正常来讲 应该是两三个小时 你不需要去小便嘛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一小时 你要上个五六次的话 那就很麻烦啦 比如说我们逛一次录影 不到一个小时 我说对不起安德 我要去小个便 那这种频尿就很麻烦 那通常来讲 我们正常人 贫尿的原因 大部分都是感染啦 大部分都是感染 大部分都不论是膀胱感染啦 或者尿道感染都有可能啦 或者肾脏发炎等等的 但是也有可能是因为 我们现在身体出了一些问题 产生贫尿的问题 那如果真的是这么频繁的话 那确实很不方便 那早期我们都使用尿布嘛 对 那尿布就非常的不方便 为什么呢 因为在夏天很热 对对对对 然后呢 这个另外就是还会有这个尿烧味 对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我常常替我这个 儿子小的时候换尿布嘛 对 他撒了一泡尿以后 虽然是他没湿 但是你每次闻他的小屁屁 都一直有尿烧味 都一直有尿烧味 所以因此呢 这个问题也会让很多的人呢 会觉得难过就是说呢 我今天我如果要出门 那我若一个小时 要上好几次的话 对 那我就不想出门了 对 就社交会 或者减少上厕所的机会 对对对 会不是 但不能减少啦 对 因为你既然想小就很严重啊 对就忍住小啊 对对对对 然后另外就是你 你如果真的小 真的小的话 就会有尿烧味 对 那平常有人靠近你的时候说 怎么攀怀中身上 有一股尿烧味啊 对啊 那这个你就觉得很难过 所以因此我觉得 这个频尿的问题啊 这个其实你不要小看它 是很麻烦的 是很麻烦的 所以 OK 像之前呢 我就写过一个案例 它还不是感染症 它比较特别 它是叫做那个过动膀胱 它是过动膀胱 然后说它推测 它是怎么形成的 就是它是从小那种 妈妈就会很紧张 有没有 明明她没有尿液 看到厕所说 你赶快去 待会会没厕所 所以它就是 膀胱可能没有经过充分训练 那在现在那阵子压力很大 所以它就是 不断地想要上厕所 就是刚才潘老师讲 在开会中 它不断地要去上厕所 真的啊 然后它明明已经是一个业务 它说它没有办法开车上路 因为它甚至没有办法 它是女生 年轻人 然后它说它没有办法去做业务 因为它一下子开车 上高速公路 它就想尿尿 又没有地方可以上厕所 紧张 它最后因为这个原因 它本来是职业妇女 变成家庭妇女 所以你很难想象 凭尿其实影响非常非常大 所以影响到就业 对 所以我要强调说 这个就是说 有很多是没有办法恢复的 对 就是因为我们年纪大了 或者动过手术 我们待会 如果有机会可以慢慢讲 就是有些不能恢复 不能恢复的话 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人 其实他还是很有工作力的 那他还是可以参加社交活动的 那我们当然就是很感谢 袁医师发明了这个东西 得了三个国际奖 然后呢 对 然后呢 他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待会我们来说明一下 这是贫尿的问题 那尿急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呢 我现在虽然没有贫尿 但是我现在想小便了 通常我们是可以忍到 走到厕所 那因为我们本身 有一个机制可以忍的 可是这个尿急是怎么样 就是我一想要尿的话 我就出来了 忍不住 就出来了 我就跑出来憋不住 那如果是像这样子 憋不住的话呢 就没有办法憋住 那这个问题也很大 对 因为你想我一个人 对不对 我虽然没有贫尿 那我不用一小时两小时 不用一小时去武士 可是我现在跟你讲话 我想像 说安德对不对 要上厕所 啪 全湿了 怎么会刚好在厕所上面 那这个情况对我来讲 也是很尴尬 是蛮难堪的 所以我想这两个问题 是比较严重的 对 那另外的 就这些东西 我想我就不讲了 因为这些都不是 这个我们今天的重点 那另外比如是像排尿困难 也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现在是想要去尿尿了 那可是我真正到了厕所 上不出来 上不出来 搞了五分钟 小不出来 会哦 对 那问题是后面排一堆人 对那怎么办 那我就很尴尬了 就更紧了 对不对 那所以这时候呢 如果说我能装到尿布 我就解决了 为什么因为 陈老师为什么人老的时候 要小变小很久呢 他是真的出不来 通常通常来讲 不是尿量也变少 不是啊这样子啦 问题其实很多啦 你看今天因为我们不是在讲 泌尿外科 但我只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受限肥大 那我受限肥大以后呢 因为我前面堵住了嘛 堵住以后我就尿不太出来 了解 所以我有一回啊去那个 我有一个朋友啊 去看那个两剧院 国家两天院有没有 两天院 两天院 他说我们一般 去厕所的时候 都是女生厕所排很长 男生厕所很快 对 为什么因为女性要进去呢 要穿衣服啊 要久一点嘛 结果他说呢 到两天院看国剧呢 刚好相反 真的啊 男生那一个厕所非常长 女生没什么人 对因为老卑卑 全部都BPH 社会的良性肥大 然后都上很久 对都上很久 所以我说我们男生啊 到年纪大家都会这个 所以我想这些问题呢 我们很感谢这个原医师帮我们解决 待会我们会看到 他的这个设计 对 所以换句话说呢 这个贫尿尿疾啊 排尿困难等等 会造成很多的状况 也是蛮恼人的话 也会影响到我们的 人际互动跟交往 那因为你有这个问题 也可能就少出门了 对 每天封闭起来了 对还有你看 还会造成这个 失业 对 没办法工作 所以真的是 这个影响是蛮大的 好 接下来问同学 那我们刚刚讲到贫尿 对不对 那请问是一天尿几次以上 可能就算是贫尿呢 肃清血八字以上 就算贫尿 然后这个慢慢是十次以上 慢慢比较多一点 慢慢十次以上才算 不是 一般不是讲说正常的话 一天排尿大概七次是正常的吗 真的啊 我感觉 我不知道 我们好像没有在算 没有算过耶 就是想要算就算 我们也是来同学会 好像听到这个资讯 真的啊 你觉得七八次 感觉六七次是正常的 那我才就选说 十次以上才是贫尿 算贫尿 那你有没有贫尿的问题 没有 你水喝多的就自然啊 当然 你记彼现在去飞机上 不是不能带水吗 对 那真的是劝大家就把它丢掉了 我目前省了 我跟你讲 就是在上飞机 以前一直灌一灌 一直喝一杯啊 过海关节 要快喝 把那一灌喝掉 灌完完蛋了 你一上飞机 你要想小便了 可是飞机你知道 在起降的时候 不能够是这样的 你那时候完蛋了 所以我跟妳讲 水千万不要这样 上飞机前灌 就把它丢掉了 对 不要亏费啦 有的时候我是看电影 你知道吗 因为看电影有时候 有时候电影就会买可乐这样 对 就是喝喝喝喝 然后到电影还没结束的时候 就全好想上 结尾你看不到 最精彩的结尾 因为我眼神秘在肚子里面 这样子 然后起来都快 我觉得快小出来了 不行 那结尾你又看不到 最精彩的结尾 你又不能出去小便 对不对 那你有没有漏尿的问题 真的 我问仔细一点 我虽然已经56了 但还没有到 但我猜 未来那一天 也许可能会来 我还不知道 那为什么每次 你上厕所都很久呢 你又发现啊 有有 我有发现 是 有排在后面 稍微一点点啦 稍微长一点 这样子 很胜负 胜负肩肥大的问题 我不知道 有可能 对 素清写八次 因为我印象中 好像是说 夜尿是零到一是正常 然后日间是五到七的印象 我印象好像上 五到七 所以我加起来 我想这样八以上 应该就算不合理了 对 我们一天 应该是没有上到八次啦 早一次 中一次 晚一次 如果半夜再起来一次 四五次吧 左右 对不对 差不多 那是算正常的啦 我想 那到底几次以上 可能是贫尿的问题呢 大老师写八到十次 园医师也是八到十次了 你有算算的数据 那就两个答案都对了嘛 我已经擦掉了 而且十次对了 那到底是八 就是八次以上了 是不是 园医师 其实它是有根据的 我们通常认为说 我们膀胱里面 一旦有到100cc以上的小便的时候 你大概就有感觉了 有感觉了 那当你到200多cc左右的时候呢 你大概就想要上厕所 一旦到250到300以上的时候 你大概就真的要 我们的膀胱容量大约是多少 对 你大概就真的要急的去上 膀胱容量大约是多少 它是个弹性的 所以它可以到500到800都可以 但是呢 到了两三百以上左右的时候 你大概就觉得很不舒服了 大概就要想看厕所在什么地方了 那我们通常一个人 我们也是会制造小便的 所以我们大概是这样算最简单 一个人一公斤一cc 所以举例来讲 你如果是60公斤的人的话 每个小时大概是60cc左右的小便 那好像越大支的人越 对 没有错 确实是这样 所以你大概就有60多cc的小便 所以我们估计大概就 两个小时左右的时候 你大概就就想要上了 想要上 但你还可以再容忍一下子 所以我们估计大概三四个小时 就一定会想去上厕所 那四六二十四嘛 一天二十四小时 六次 所以大概六四次数是正常的 对 所以任何再超过这个时间 导致你频频想去上厕所的时候 大概都是 就代表说大概有点贫尿 贫尿的问题 对对对 然后当然再数据一点的话 就要看一下 你每一次小出来 到底出来多少 多少 然后呢 小出来之后 你膀胱的余量还有多少 还有余量 对 因为我们认为说 每一次小完之后 大概这个膀胱里面 应该大概剩不到十几二十cc了 对 但是有些老人家就是刚才摄护腺肥大等等这种情形的时候 他小完了之后 他还是里头大概满载 大概八十分 小不出来了 就解不干净了 所以这个时候他的症状就会常常会滴尿啦 对 然后一下子又超过一百了 他又有感觉了 所以他就一直想要上厕所 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形 因为他没有上干净嘛 没有上干净 对 了解了 好 那没有上干净的话 有些人呢 为了避免贫尿 可能就想说 那我就少喝水好了 少喝点水 来云师来告诉我们 那如果我们贫尿 害怕贫尿 不喝水的话 可不可以呢 天啊 那这个 这是我的转场了 因为心肠血管的循环 就真的要靠水分 我们每天也是一样 我们每天希望 每公斤也是只要喝1cc 到3cc以上的水 所以换言之说 你的水分很重要 你喝了水之后 血液才会循环 你越不喝水的话 你的血管就会慢慢地缩起来 好 因为淡水河没有水了嘛 河道自然就开始狭窄了 所以如果你本身是有高血压 动脉硬化的疾病的话 这时候你又不喝水的话 这个血管在那边一收缩 天气一冷 再造成血管收缩的话 很多的心血管疾病 也会因为不喝水 而导致发生 那当然今天的题目 大概是泌尿科方面的题目 你如果不喝水的话 你到肾脏的水分不够 你就容易结石 那如果刚好不小心 有点尿道感染的话 因为水分不够 又没有办法 很好的冲刷你的膀胱 那这时候又很容易造成膀胱 或这个泌尿道方面的发炎 都是非常可怕的 那如果我们没有口渴 也要喝水吗 我们认为是平均 大概应该就是刚刚讲的 每一公斤体重 应该要喝1到3cc 甚至5cc左右的水分 所以换言之说 一个60公斤的人 大概就需要喝60到100cc左右 所以你就可以算 一次是不是 对 大概每个小时 大概应该喝这么多水 每个小时 对 所以原则上 你大概一整天下来 大概就应该喝2、3千cc左右的水分 那再看你的运动量啦 如果是你是运动很大的人 我们也希望在运动前运动后 要补充回去 如果你是出汗的人的话 也是要适时在中间再补充回去 这样子 树青有教过大家一个方法 就是每天要喝多少水的方法 怎么教呢 就是用一个方法是怎么检易 估算自己一天要喝多少水 用体重去算 因为他们认为一个人的话 你60公斤的话 一天就是每公斤体重喝30到35 30到35 所以底线是 比如说60公斤的人 30最低就是1800 1800 然后你一样是弄到35 35就是再多300嘛 所以就2100 那2000的分配方法 就是我们之前教的5、3、5、3、5 就把它分配成这几个时段 慢慢喝掉这些顺序 其实这比较理想 但是如果运动量很大 真的要喝很多 我讲一个笑话 我最近就因为一天到晚在跑步嘛 然后有时候想说 我今天吃很多 我要多跑一点 那多跑一点的时候又想说 那如果多跑一点再喝水回来 体重会加回来 然后就没有认真喝水 就有一天上厕所的时候想说 完蛋了 这个颜色这么深 想到死定了 我会不会得了恒文肌溶解 因为之前喝水有多严重 因为之前有个女生 她就是也是想说去参加那个飞轮 她就猛跟着教练骑一小时 也没有认真喝水 结果后来发现她尿是茶色的 后来才发现她真的恒文肌溶解 真的恒文肌溶解 然后她们说就是 你如果运动的时候 没有配合适量的水 其实真的很危险 甚至会急性肾衰竭 对 所以我那时候一想说 完了完了我会不会试 后来幸好第二泡没有 没有 真的不是嘛 多喝水之后就OK了 只是那时候水喝太少了 可能太少了 水就超级浓 颜色就偏深了一点 对对对 所以我们平常热水成生活当中呢 也是要回看 回头看看 你自己小便啊大便的颜色 或者是状况有没有改变 有时候那是身体健康 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是 那我们讲到尿湿劲 究竟尿湿劲对我们身体 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有没有办法 有好方法来解决它呢 广告回来就告诉你